終於拖延了一整個月 來到第二集 因為最近入秋 天氣有點轉乾 我的皮膚都有點缺水 所以今次化妝前 我會用一個比較保濕的化妝底 因為今次第二集的主題 就是設置一個同朋友 或者家人吃飯的妝容 所以粉底不想太厚 我用了只是一個調色的CC Cream 做粉底就算了 如果想要遮瑕度可以用BB Cream 這樣就夠快捷方便 因為這個CC Cream 只是調色完全沒有遮瑕功效 所以我用了Credipo 這支比較厲害的遮瑕膏 遮了黑眼圈和唇邊這些位置 而今次的碎粉 會用比較輕薄型 但是有色的碎粉 可以增加少許遮瑕度 面色也不會太難看 現在大家覺得太白了 但CC Cream會變回正常膚色 化開全妝的我 光影和陰影都不少 如果大家化開淡妝 就可以忽略這個步驟 而剛才光影的部分 我特意在上唇整個唇邊都有打光影 因為我想做一個比較小小的嘴型 而今次我會用眉粉去畫眉 眉粉和眉筆的分別就是 眉筆會比較好刁型 大家可以看到眉型比較散 眉筆會比較散 眉筆會比較出一點 而且容易滑一點 眉粉會比較軟一點 但眉筆會比較軟一點 但眉筆會不會太實 而且不會太出 時間會用久一點 因為我的眉毛本身都是黑色 我家裏沒有比較適合的眉膠 所以我還是用金色眉膠去調整顏色 又來到今集主角 Ehab De Balm的眼影組 這次會用一個帶灰的啡色 有一點點亮片 大家就塗在雙眼皮的摺線位 裡面這個範圍 不用太實色的 記住掃鬆它 而且不要過雙眼皮線 不會有些浮腫 今集的眼影配色的複色 會用一個帶了一點點走紅的深啡色 同樣都是有亮片的去做複色 主要畫在眼尾這個三角位 但是眼尾這個三角位的上面的輪廓位 不要勾得太上 不然就會過於濃妝 整個眼妝都非常簡單 之後就用Bending Brush去弄鬆 所有線條便完成 之後我再用第一隻主色 換一個小的眼影掃 輕輕在下睫毛加一點點 看上去睫毛會豐厚一點 而且眼睛沒有太浮 之後同樣都是畫眼線的步驟 用眼線加筆畫內眼線 用眼線翼直接畫上眼線 這樣便完成整個眼妝 今集的眼妝用了比較深一兩度的啡色 去做整個眼影配搭 所以眼線和睫毛方面 我都會比較單調一點 用一些簡潔一點 所以睫毛都是用纖長型就可以了 一個帶灰系的眼影 眼睫毛都會讓人的感覺比較沉 所以今次的胭脂 我會用一點亮片鮮色 帶起妝 而唇我用唇膏液 點在唇中間再印開 可以加一至兩層的 視乎你想要的色度 今次的妝就完成了 大家看到雖然眼影比較灰 比較深色 有些冷色系的 但在胭脂和唇妝方面 著手 整個妝都不會過於沉色過於濃 可以調整個妝的感覺 今次又到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